蛤蟆是恩海地区最重要的生物 每一家旧列的三月、六月、九月份 九十几日 蛤蟆都会有希望的情形 不过今年昨天的温度加坏 蛤蟆希望的比例是逞下 今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连担影响到市场的建设 虽然说最近蛤蟆三地建设 平均每台金是台欲53户 不过因为蛤蟆成长率不达5下 贵量是很欠缺 所以拥有一个根本就贪不贵 最近恩海地区持荒蟆的浪民是救抗连天 虽然的荒蟆大量死亡 几乎每一户都有死亡 严重没严重 但是像万港 我听说万港十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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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户 现在实在荒蟆也有我牌榜 我们就是说 这些荒蟆跟我们人 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们医生也会把我们 极端解说是到底怎么死的 结果说就比较难 我们医生根本说就比较难 他们水山水岩所反应 他们说就比较难 他们也束手无策啊 只要去恩倩馆 水一出现变化 科大队的荒蟆都会失望 年老铺起来在水面 我们这个组队一出现变化 都超过六万斤 现在反正有的就变化 没有两万斤 他们这些老铆 较了解 他们这些老铆在那里 你去问人哪 有的一出变化 说得比较难 就变化 没有两千斤 经济军林区域的了解 今年分与 有广市的希望的状况 是最近几年最严重的一次 就说广市 让整个军军学院 在我们这里 汤到中华到台南亚 都会死啊 那不知道什么 天气多少 天气当然 这也有关系啦 我们是不是说 这个丘域 先给滚青 材料本身 有那个生意的空体也比较差 我刚才可以说 佛要说我们 我们的 荣熟业这些 我们的肥民 可以把我们 荣熟的密度 可以稍微干净 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肥肥 也有在辅助我们的肥民 对这种肥质改善的问题 中华接接近 刷到来中小节 如果分与佯室 这顺序的情形 没有改善 会继续影响市场的介绍 你看像这么小的 就在那里了 肥也没有 一肩放在那里 就在那里了 有很好的人吗 人家住闻有很好的人吗 就是不够 要分与我 刷到五十几块 目前已经 大概有三个 大概已经 大概有五十三块 左右的三个肥肥 但是没有以后 我看到 北约中处 应该有可能 重金六十块的肥肥 也有可能的 十九这样 到底三个原因 做生分与有大量死亡 勇适合希望 政府担委来查明清楚 협作勇适合来解决问题 减照他们的损失 既然欢迎昆吻查方报导